大家好,今天是6月10号,那个台风爱云泥走了,马上就恢复蓝天白云,天气也热了,今天到33度,还好现在有一点点西风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就把握这个机会,再写一张我自己满意的书法,这个叫,就是孔子在解释牵挂初遥的时候,他就说,千千君子卑矣之目也 所以我就写了,卑矣之目也 我的落款,我就是说,孔圣解析牵挂,以此为核心 六条窑,无见虚字,戊虚苟年,盲中 因为在六条窑之中呢,孔子根本就没有提到那个虚 但是呢,因为我们一般人解释那个牵挂就是谦虚谦虚 其实在孔子的解释来讲呢,谦虚跟谦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谦虚,高人,高等人,中等人,下等人都可以虚 但是呢,碑呢,要高等人,碑不容易啊 所以呢,孔子呢,特别强调,碑不是虚 所以呢,那个牵挂很多人,我的看法就是说,他理解不,不大,对 从孔子这个粗窑,牵挂粗窑来讲呢,千千君子,碑以置目也 孔子突出的就是那个碑字,不是虚字 所以那个普通人,碑很容易 但是呢,要是那些高等人啊,高等的人啊,要他们碑就难了 所以呢,孔子就突出这个碑字,不是虚字,虚,人人都可以 所以呢,我就有感,就写了这个书法 突出孔子这一点碑以置目也 希望大家欣赏吧